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资料基本上是根据五分率的内容来跟大家讨论 这一次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哪里呢 在十二位国的奇数既固读院 这个地方非常出名 除了王舍城逐林经社之外 其实社会国的奇数既固读院 就是另外一个大的经社 不过我们讲佛陀在社会国 其实故事的发生是在另外一个城 这个城叫优善挪城 优良的优 善恶的善 这个挪 什么 挪扎太子的挪 那个挪 优善挪城 这个城呢 听说啊 出很多美女 那个里面有一位女孩子啊 叫莲华色 莲华色 你看她美成什么样子呢 就跟她的名字一样 她的这个面貌啊 非常的端庄 色如莲花 所以叫莲花色 莲花色女 那当地有一位青年啊 看到这位女孩子那么美丽 于是呢 就这个 把她娶回去 这个来做自己的妻子 那等到 有了小孩的时候啊 印度的古时候的 这个习惯呢 就是要回娘家 不在夫家 这个生小孩 到娘家来生小孩 所以呢 莲花色呢 就回到娘家 去这个生产 在生产的时候啊 没有想到呢 她的这个先生 跟她的母亲 就发生这个失情 两个人呢 就有不正当的关系 那后来被莲花色 知道之后啊 心里面非常非常的 难过 她觉得她要离家出走 要跟她先生的这个 这个分开 后来呢 她终于呢 还是留下来 可能跟先生呢 就不在一起了 就继续在娘家 来照顾这个小女孩 她有个小女孩 刚刚出世 没有人照顾 不行 所以她就 留在 这个家里啊 继续照顾 这个小女孩 一直照顾到八岁 小孩子长大之后啊 八岁了 大概有 比较能够 自己照顾自己 她就自己呢 离开 优善罗城 到了波罗奈国 各位听到波罗奈国 您知道是哪里呀 其实我也不知道 波罗奈国 确实的位置 不过呢 你今天到印度的时候 你去参访路野院啊 路野院就是在 波罗奈国的 这个郊区 所以呢 波罗奈国跟 路野院很近 就是在一个地方 她到了波罗奈国之后啊 其实是 没有任何的亲人 可以给她帮忙 也没有熟悉的朋友 一个人流浪 在波罗奈国 那坐在这个河边 人呢非常的 这个饥饿 很苦恼 那个时候 波罗奈国 有位长者 这个我们经里面呢 或者绿 像里面 讲到长者呢 一般就是说 社会上 有些身份 有些地位的人 甚至呢 有些财富 这个长者呢 就 这个 看到莲花色女 一看到她 就很喜欢 那表示说 莲花色 确实长得美如天仙 人见人爱 那这个长者就问莲花色 你呢 是哪里的人呢 你为什么在这边坐着 一个人在那边苦苦恼恼的 看起来很不开心 他说 我是哪里人 我现在来到这里啊 局目无亲 无家可归 那你有没有先生呢 我已经没有先生 我已经跟他先生分开来了 他说我是自己一个人 那这位长者呢 看到这个莲花色女呢 那么美丽 就说 你要不要做我的妻子 还不是切妇 是我的正室 正室的太太 这个莲花色女呢 看到这位长者 非常的 这个忠厚 非常的 这个 有爱心 他考虑之后呢 也就答应 就嫁给这个长者 夫畅夫髓呀 过了八年 过了八年之后 夫妻呢 生活里面 非常融洽 非常恩爱 有一天呢 这个长者呢 就告诉莲花色 他说 我要跟你呢 这个 告别一段时间 因为我要到 优善罗城 去收租 去把我的利息 找回来 我的生意呢 处理一下 因为呢 好多年没有去 优善罗城 我有很多生意 在那边 我要去处理 莲花色女呢 就跟他先生讲 你不要去 优善罗城 那边的女孩子呢 比较放逸 我怕你呢 又被他们迷走了 起了这个邪念 有了邪淫的行为 你最好不要去 这个钱财如粪土啊 我们夫妻的感情 很要紧 你不要去 但是呢 这个 先生一定要去 他说 我那么多财产 不处理不行 莲花色女呢 就跟他先生说 那你要发誓 这个先生就发誓了 我出门之后 回家之前 这段时间 我绝对呢 不会到 这个深月 什么 场所啊 叫什么场所 风月场所 风月场所 去做血影的事情 那这个 如果做了呢 人就像呼吸 就像念头一样 这个一念消失的时候呢 我就消失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 这个严重的事 那莲花色女就让他去了 去了之后呢 古时候啊 做生意啊 处理生意啊 不是说像现在 一个星期 一个月可以回来 或者可以通电话 现在还有video 还有那个FaceTime 可以看一看 以前的话 就是音讯隔绝呀 想不到他去了好多年 很长一段时间 先生呢 在那边呢 一个人孤孤单单 就想找一个伴 他说风月场所 我不能去 我有这个誓言 但是我娶一个妾 总可以吧 我这个大太太之外呢 还娶一个 另外的二房 应该不违背誓言啊 所以呢 就娶了二房 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孩子 当地这个女孩子呢 她看重的就是这一位 后来呢 回到这个波罗奈国 回到波罗奈国呢 这个长者啊 也不告诉莲花色 这个白天就跑出去 晚上才回来 后来有人啊 亲戚朋友啊 要看了之后 觉得那个先生 有点怪怪的啊 然后呢 莲花色女呢 打听之后呢 就知道她外面 有一房 这个妾 这个有二房 那就跟她讲 你为什么不把 对方接回来 我不会嫉妒她的 我们可以和平相处 你要把她接回来 我们一起住 你不要老是 这个跑来跑去 后来 这个二房 到了家里 那莲花色呢 看看这个女孩子 确实非常美丽 年轻 貌美 那很欢喜啊 先生又娶了一位 很美貌的 这个二房 没有嫉妒性 但是呢 一直到 有一天 她帮 这个年轻的女孩啊 梳头的时候啊 她才发现 她的头型啊 很像她的女儿 可能有一些什么特征 在梳头的时候 发现 这个女孩子呢 很像我的女儿 那才问问 问了之后 终于呢 证实说 她就是她的女儿 她的女儿 那个时候呢 二八十六 大概十六岁以上了 她这个八年八年 可能在家几年 莲花色女呢 知道说 过去跟母亲同夫 现在又跟女儿同夫啊 心里面破碎了 她感觉到 这个人生 怎么这样子 糊里糊涂 大家 这种关系 那么复杂 那讲得不好听呢 违反常理 违反伦理 她心呢 碎掉了 莲花色女呢 应该算是一个 很正派的人 很纯洁的一个人 但是呢 她已经感觉到说 没办法再面对 这样子的局面 所以呢 她就告别她的先生 离开这个家庭 离开家庭 走啊走 应该走到社会国 到社会国 走到奇数基古读院 她看到那么多人啊 到里面去 哇 她觉得里面一定是 有一个盛会 有个大的盛会 她又饥饿了 没得吃 没得喝 好几天了 她想里面那么多人呢 可能会有些食物 总会可以啊 这个吃到一点东西 所以她就 经营到精涩 想不到呢 是佛陀在里面 说法 她就 参与 这个大众 坐在这个 大众洗上呢 听佛开示 想不到呢 听佛陀开示之后啊 她心如止水啊 突然之间所有的悠悲苦恼呢 好像就放下来了 那在开示的时候呢 佛陀也在观察 来听经文法的人 哪一些今天会得度 哪一些的程度是已经 要这个 会得到的 所以那天呢 佛陀看到莲花色女 从来没有见过 但是呢 观察她的根基呢 应该是可以 这个度化的 所以就跟莲花色女呢 特别讲四圣体 苦疾灭道 莲花色女 听完四圣体 了解了苦疾灭道的 这个道理之后呢 马上证得四国俄罗汉 我看了以后 我很惭愧啊 我听了几十年了 苦疾灭道 我们听听 好像若有所误 若有所解 好像有一些 这个感觉 但是怎么还 没有悟道 没有证道呢 那我有时候觉得 我们这个根基实在是差 有时候想想 可能是没有 释迦牟尼佛 跟我们直接讲 还赖一下说 可能是 佛陀不在现场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经 看到这些绿藏啊 很多佛陀的弟子 不管出家在家 文法之后 德法眼镜 震得出国 像这个莲花色女士 几乎马上就震得欧罗汉国 这个呢 了不起啊 这个是素式的善根 那当时听完佛法之后 它马上相应 那今天我讲到这里呢 我就想说 跟大家提一提 有时候人生呢 遇到优悲苦恼的事情 我常常 跟大家这样分享 我们不要跟着 优悲苦恼 去轮转 增加烦恼 不要在苦中加苦 不要在烦恼之中加烦恼 我们要利用优悲苦恼 变成祝道的因缘 让我们更上层楼 让我们发奋图强 用破釜沉舟的心情 来向道 来学佛 来修行 老实讲啊 这个我自己也是如此 我觉得 如果不是17岁的时候 我受伤 然后大病 我那个病了几个月之后啊 感觉到人生苦啊 感觉到人生前途茫茫 感觉到全天下的人都对不起我啊 当你的心情极度的 这种消极的时候啊 你可以往下走的 可以让自己呢 堕落的 让自己呢 等于说是背道而词的 但是还好呢 那个时候 我有两一个观念 就是我要忏悔 我要发愿 我要忏悔我的业力 我今天的果报 是自己所做 不能怪任何人 我这果报 是我自己带来的 不能怪任何人 我反对求诸己 自我反省 所以呢 我就发心 每天礼佛忏悔 然后呢 静坐 持咒 送这个菩萨戒 那每天就是如此 那三个半 三年半之后呢 我就发现 人呢 虽然不是脱胎换骨啊 但是呢 好像在道业上呢 有一点点基础 让自己的道心 不会再退失 遇到苦难的时候呢 不会失望 不会落魄 不会感觉到无奈 不会忍受不了 后来呢 1982年 我来到休斯顿之后 又大病 病到最后呢 我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办 17岁呢 是无医无药 1982年 有医有药 但是中医不行 西医也不知道是什么病 后来就随时念佛 准备呢 随时往生 因为当时就是感觉到 人命在呼吸之间 那如果是活不回来 可能那个时候就死了 所以下定决心 好好的来锻炼自己 那没有想到呢 82年的时候啊 我那个时候 闭关了一段时间 全身清凉 然后人呢 得到一种安定 之后呢 这个病就慢慢恢复 一直到2013年 也是病啊 我病了一年 那一年呢 其实我是很用功的一年 我每天 不是24小时呢 也是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 我大部分都是随习念佛 关乎习念佛 那用功之后呢 慢慢终于呢 从病苦之中解脱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啊 人是不是在安逸顺利的环境之中 反而没有道心 在忧悲苦恼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呢 人反而会有一股力量发出来说 我要怎么修 那今天呢 我是觉得说 我们也不要等到说 有苦难再来找佛法 我们平时呢 其实要想办法 鼓励自己 保持一定的精进力 不过呢 莲花色女啊 她能够当下正道 我是觉得 跟她人世的这个过程 可能有些关系 跟她的身世 这些变化有些关系 佛教里面还有一句话呢 就是说 道因生故起 我们修道 是因为一个声音 来带动我们 其实在这个 布派佛教里面呢 这句话是说 当人知苦闻苦的时候啊 他就会发道心 不过呢 我倒不希望说 我们一定要苦哈哈的 再来修学佛法 我希望说 我们平时 很好的时候 要修学佛法 当苦难来的时候呢 也不要紧张 我们要利用 这种苦难 变成一个 助道的因缘 不要因为有苦难 而让自己退堕 不要因为有苦难 而让自己呢 放弃这个道义 这个是我的目的 同时呢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我也想提一提 佛教是一个平等的宗教 在两千五百年前 让女众出家 这个是破天荒的事情 社会里面重男轻女 很多修行的 这些道场 这些环境 没有女众的 我们释迦牟尼佛 能够让女众出家 这是一个大突破 现在呢 我们讲起来很轻松 但是那个时候 不轻松的 是有很多阻力的 同时呢 佛教里面呢 我们不单是出家平等 而且呢 正道也平等 没有说 男众才能 争俄罗汉国 女众不能争俄罗汉国 没有 这个我们莲花色女 而且当时还没有出家 她就争俄罗汉国了 所以这个正道是平等的 不过呢 根据一些资料啊 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当初佛陀的姨母 摩佛波舍波提夫人 请求佛陀 替度女众 让女众出家 其实佛陀最初不答应 沃南尊者 一次求 两次求 三次 佛陀才答应 那我们呢 如果了解 当时的一些环境 当时的一些状况呢 大概我们都会了解说 其实 让女众出家的这个决定呢 是很麻烦的 很不容易的 因为呢 当时 不单是说社会上的舆论的压力 同时呢 如果让女众出家之后呢 跟男众怎么样配合 怎么样住 怎么样互相照顾 这个都是问题 这个 女众出家 我们怎么去跟她 这个度话 要跟女众说法 男众怎么去安排 这些红法的 这个事情 同时呢 女众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 常常被人家欺负的 那出家之后呢 僧团有责任要保护她 保护女众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有很多现实问题 不是说男女平不平等 而是现实上面 女众呢 在这个环境之中啊 有些她的困难 但是 莲华善女出家之后 她去托波 在街上被一些婆罗门看到 就想欺负她的 要这个 等于说是占她的便宜 所以女众当时是 遇到很多 这种不顺的这个环境 所以呢 佛陀啊 说女众可以出家 但是女众的道场啊 不能够建得太远 不能住在一起 不能在一起住 要跟男众分开 但是呢 又不能盖得太远 太远呢 怕说救命啊 没有人来救 有事情的时候 一叫没有人来救 所以呢 古时候啊 女众道场呢 是建在男众道场的附近 大声一叫的时候呢 男众就可以听到 马上就可以过来帮忙 是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那今天的环境呢 当然又不同了 这个可能会比过去更安全 所以我有时候呢 我们说女众的道场可以独立 早期呢 还是不行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谈到男女众平等的 这些问题 那我想呢 基本上佛教呢 是有这个平等观 但是现实上面呢 是有些处理上的 一些障碍需要克服 我呢 来到美国这些年呢 看看美国 两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我以为二零一六年 应该出一个女总统 但是没有出女总统 现在呢 我们二零二零年 又要选举 好像应该 有可能会出一位副总统 这个要看 美国奖平等 男女平等 黑白平等 但是两百多年 快三百年 到现在还没有女总统啊 是不是 参与院里面大部分是男总 国会里面多数是男总 大部分是男总 女总很少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女总还是面临到很多的困难 所以呢 佛教里面呢 有时候说转女成男 是当时妇女 女众的一种心愿 希望我将来不要做女众 做男众 是社会上的一个风气 是社会当时女众的一种心理 所以佛经里面不是说 转女成男是 好像男 这个特别看重男众 不是 是社会的一种心态 如果你有这个心态 那就希望呢 将来我们根据个人的意愿 我要成男就是男众 我要做女就是女众 随大家 不过呢 香港的东陵诀院呢 以前那个老院长 他照顾女众 东陵诀院是女众佛学院 他了不起啊 他说 我来世还要做女众 所以佛教里面呢 倒不是说 每个人都要将来做男的 他是女的 他说来世我还做女的 因为我女众的身份呢 比较容易照顾女众 他要继续照顾女众 随个人发愿 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谈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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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